也是香港的自然疗法的医师 更是我们加拿大的注册的中医师 还有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他属于这种身心灵的导师 更有一个很新的东西 就是量子能量的治愈师 这个我基本上还没有听说过 以后要专门的请教 总而言之 我们佛敏老师是一位 在医学方面 在治疗方面 是非常有经验 学术方面也是非常精深的 这么一位大师 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隆重的 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佛敏老师 让我们的佛敏老师 给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正在享用的 或者我们正在使用 或者说我们正在推广的 我们凯利最出名的产品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佛敏老师 好 首先谢谢托宁总裁对我的介绍 也感谢在这个时间 我们的凯利家人来自于全球不同时期的凯利家人 能够汇聚到这里 来听这么一堂 是我自己 从我的过去的这种教育背景的认知的角度 怎么样来理解凯利的产品 从这些产品中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性价比 从这些产品中来看到我们凯利这家公司的 这个发行和他所传递的这种对社会的一种服务 对人类健康的一种贡献 所以我觉得我只把凯利看到这么一个很高度的一个公司 我才有兴趣 我才愿意花时间 在未来的时间里去进行一个推广 那这些呢 我的认知呢 也是在不断的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从凯利产品最初的接触 一直走到现在 我是从它的配方上 我就觉得这一家公司 它完全是从一个整体医学的角度 来关注我们方方面面的健康 为什么说是这样的讲呢 因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呢 其实我经历过不少 就是北美的这种保健品的公司的宣传 我虽然没有作为一个推广者 但是呢 我都是很多公司的产品使用者 当我为什么不做这个公司的推广者呢 其实我是因为对保健品有比较挑剔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标准 那我的标准呢 就是说发现很多的保健品对你有用 但是未必对我有用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就像我们中医开配方一样 中医处方一样 每个人都是一人一方 因为体质不一样脉不一样 各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给的药 我们的这个组合搭配配物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营养品呢 不太容易做到一刀切 而且也确实是在临床上 我们看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看到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恰恰我自己又属于那种没有效果的人 所以呢 我就对保健品不推广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凯莉让我去推广 最重要的我就是看到她的组 她的配方 她不是从我们健康的一个角度 她是从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的角度 而且她不计这个成本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是 每一个推广者最后都成为了营养师 都成为了保健品的这种配方师 为什么 因为她都要给你配完了之后 最后的结果是一大把 一大把 明天早上一大把 中午一大把 晚上一大把 就这样的就吞进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大把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而且我经常会卡到那里 所以我不愿意吃这种 一大把一大把吃进去的产品 这是我自己的抗拒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他们也是无奈的 去接受这种一大把一大把的 这样算下来 它的成本 从基础营养素 再到 怎么说呢 再到稍微他们有一些公司 有一点细胞营养素的 结果你累积起来了 就很多很多 不光是你吃的这个数量 这一大把 这钱也是一大把 所以呢 当我是从凯蒂的益生菌 了解到凯蒂的公司的其他产品的 那么最开始我接触益生菌的时候呢 我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单方的益生菌 因为在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保健品来看 包括市场上的 不光是直销的 电章的 包括市场上的益生菌 它也就是个单方益生菌 最多加一个益生源 最多再加一点纤维素 这就是已经很完美的配方了 但是当我看到我们凯蒂的配方的时候 我觉得 它真的 真的是从我们 全消化到的一个营养的角度 来 进行的一个组方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益生菌 它的组方上 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 以及在这个组方上的性价比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益生菌 我们里面是含有SOD的 对吧 大家如果是凯利的会员呢 就知道 我们的SOD 是一个什么等级的SOD 因为SOD有很多的 就是它的原材料的来源不一样 决定了 它的生物活性不一样 比如说在最早 60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SOD 可能是来自于动物 动物的肝脏 动物的血液 对吧 这些SOD 那后来慢慢慢慢的 我们有植物的SOD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化妆品 很多含有SOD的 它们是来自于甜菜 甜菜 甜菜头 不是我们 我们北美的那种 红色的甜菜头 它是一种北方的 就像在中国 它是产在内蒙 内蒙的一种甜菜 在那个甜菜里面 它有较为丰富的SOD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给世界顶级的 这些化妆品公司 出口甜菜头的 它们是把内蒙的甜菜头 收购了之后 收购了之后 进行加工萃取 然后制成甜菜头的SOD 然后卖给世界几大品牌 都是它是供应商 在中国 它的工厂在广州 所以包括日本的 很多的化妆品的SOD 都是来自于甜菜头 那甜菜头 等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我们的SOD呢 我们是来自于海底 2000多米以下的 这种示热枣 示热枣的那种生活环境 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 是400多度 464度的一个生活 一个状态下 能够有植物的生长 大家可以想 可想这种植物的生命力 生物活性 它是多强 它首先耐高温 对 耐这个强酸强碱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生物活性 还有它如果 因为我是搞学能量学嘛 那能量学就是说 在那个位置 能够有生长出来的植物 它的这个能量 能量的等级 能量的活性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讲植物生化素 就是说植物 它在外界环境下 所产生出来的 它为了应付那个自然环境 还能够让它生长 它自己植物 就有植物的免疫系统 植物的免疫系统 就是以植物生化素的这种状态 多分类的状态来存在 但是我们的SOD 我们的这种炙热枣 它的那种生活环境 生长环境 是非常的严峻的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的这个免疫系统 也是非常强大的 植物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的 所以这些原因就决定了 我们的SOD的品质 真的它是在世界上 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能够生长的植物当中 我们提炼的SOD 而且它是每一个SOD的 它叫超氧化奇化酶 它都有不同的金属型 我们有铁的铜的蒙的 而且是全部的 不同金属剂型的 全部都涵盖在里面的 而且是一个超活性的 超这种高耐温 耐高温 耐碱耐酸的 这么一个超活性的SOD 那这个的SOD的原材料的 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医生菌里面 就有一个相当大量的 一个SOD的一个含量的存在 那么再看一下我们 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在冰岛原石海域里面 所生长的 一种红枣类的矿物质 那这个矿物质 大家知道呢 大概世界上 我们地球上 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利用的 对我们人体有健康的矿物质 就是70多种 那我们这个红枣里面的 这种矿物质 几乎是涵盖了 所有 所有 是全的矿物质 当然西马拉雅山矿盐 它也是一个全的 但是它的那个 我们不可能吃那么多的盐 对吗 盐还有其他的 其他对我们身体的一些 不好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红枣里面 这个含有72种矿物质 那这72矿物质 跟我们的肠道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知道 我们小肠呢 它是一个生化工厂 它在加工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荷尔蒙 所有的神经传导地质 所有的那个代谢的产物 对人体所支持的各种酶 全部的我们叫三缩环循环 所有的这个生化反应的过程中 关键点 我们都是需要一些酶 辅酶 一些催化剂 所以我们的矿物质 我们的微量元素 在我们的消化过程中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我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全消化道的 一个营养素 就是这样 因为它不光考虑到 消化肠道本身 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它还考虑到我们 整个小肠这个生化工厂 所发生整个的生化反应的关键点 它也提供了这些微量元素的支持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里面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蓝藻蛋白 是吧 我们的蓝藻蛋白呢 也是比较少的植物当中含有八种必须氨氧酸的 很多的比如说大豆蛋白 它就含有的是那些比较固定的一种两种三种 但是一个全的氨基酸的成分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我们的蓝藻蛋白呢 它就是一个全氨基酸的一个蛋白体 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很多方面都有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细胞 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蛋白质组成 所以呢 它提供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八种必须氨基酸 八种必须氨基酸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亮的一个亮点 再说在这个蓝藻蛋白里面呢 它也含有丰富的蓝藻钙 钙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 那我们的医生菌本身嘛 那我们就来比一下 我们还有对 它还有V3和V3K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V3和K 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钙的吸收和代谢 帮助钙的利用成绩在骨骼上 然后减少我们血管 这个钙质的这个堆积血管的老化 它除了这些作用之外呢 其实Metamin D3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脂溶性的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 但是它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激素 它是一个荷尔蒙本身 所以它也参与了我们消化氮泻的很多方面 起到了一个腐霉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说它对于维护我们小肠平花肌的这种完整性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 所以它对我们肠联膜有保护的作用 因为我们肠联膜也是一道防线 它也是对于我们抵抗外来细菌的侵入 因为肠联膜很薄 而且它面积很大 我们的很多肠联膜 没有一个人的肠联膜是完全完整的 那肠联膜的修复的过程 就需要Vitamin D的参与 所以它也是对于我们肠联膜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从这些点上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处方的设计 是完全根据我们人体的肠道的特点 肠道的生理功能来设计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医生菌本身 医生菌本身呢 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 我没有吃过300亿 在一包里面有300亿 11个菌种的医生菌 我们的菌种量真的是超大 品种 首先说品种 一般来说 大多数市场上的医生菌只有三个品种 能够搭到八个品种的都已经很多了 我们是11个品种 而且是300亿 300亿个菌种 这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我在吃凯利的医生菌之前呢 我吃的是叫优 优 我就拿优来代替 优这个品牌的美国的一家直销公司的医生菌 它的医生菌的含量呢 是120个菌种 不是菌种 菌珠 120亿 菌核 我们是300亿菌核 它一盒呢 是14包 它的价格呢 是37加币 没有任何的折扣 除非你未来有对碰量 因为我是不做任何公司的 我只是吃产品 对于我来说呢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 37加币 买一盒 那核算成美金呢 就是30米金一盒 它是14包 那我们的医生菌呢 光比医生菌 我们都不比菌珠的种类了 它说是8种 但是我在它的包装上 没有看到任何有8种的 列出来的东西 没有 那我们是11种 11种全部都有列在上面的 好 那 我们的是109 对吧 如果拿我们的109 跟它的 这个37 30来比 它我们要吃4倍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看120个菌种 我们是300 300 我们已经是它的一倍还多 我们是30包 它是14包 如果我们要吃下来这一个月 它那个一盒只吃一个礼拜的 那我们的一盒是吃一个月的量 所以就光拿一生菌来比 我们就应该是30乘以4 对吧 好 那30乘以4是多少 120 120美金 我们呢 109美金 而且我们如果 你今天是一个2999的大单来买呢 你是不是还有将近7折的折扣啊 对吧 7折折扣了 我们才合80多块钱 对吧 而且 我们是一个全消化到一个营养素的一个配方 它只是一个单一的益生菌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就没有可比性 真的是没有可比性 我就敢说我们的益生菌 在这个市场上 无论它是传统市场 无论它是电商市场 无论它是直销市场 我们我们的益生菌都会把他们甩得很远 他们其他的益生菌真的跟我们的益生菌没有可比性 所以我今天呢 不是讲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营养学 一个一个课程 而是要从我们的配方上告诉大家 我们的性价比 我们凯利公司的大方慷慨 我们为什么要给到大家一个全消化到的一个营养 这就是凯利CEO凯利领导人的发心 他就是说我要给到你的就是你不用再去配方了 我这个已经给你考虑到方方面面了 我们所有的产品的终止 不是从经济利益去考虑的 不是从赚钱去考虑的 如果我今天凯利是一家纯属为了商业创造利润来考虑的一家公司 他完全不需要这样的配方 因为市场上没有这样的配方 我只是给你300亿的菌珠的一个配方 我已经在市场上是老大了 我何必要给你这么多的产品 一个微松素D 而且我们的微松素D是500个国际单位 我们在市场上买的也是500国际单位的 对吗 而且给的都是足量的 很多的都是足量的 SOD是多贵的原材料 但是因为需要 因为你让细胞年轻 细胞要排毒是第一 所以我们的SOD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先解决我们这些 这些自由基因的问题 你没有这一步 你谈不到更好的消化吸收 当我看到我们医生菌的时候 我是完全是站在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的 我们中医第一保养的就是脾胃 为什么好多产品消化吸收不好 就是因为你没有调整它的脾胃 如果你把脾胃功能调整上来了 它的所有的食物也好 那个保健品也好 它的生物利用率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的医生菌 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先给我们肠道 一个足够的修复 修复还有营养 还有这些免疫系统的支持 和神经系统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 70%都是产生于肠道 小肠 那我们的精神方面呢 我们很多人把医生菌 精神科的医生把医生菌 就叫快乐医生菌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我们 这个多巴胺和血清素 这两个神经地质的一个分域 我们所有的情绪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多巴胺和血清素的不足 所以我们抗抑郁的药 基本上都是为了让我们 里面都是含有这个血清素的成分 在里面 从而来调整我们的情绪 那我们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配方 非常慷慨大气 给到大家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产品用出来 好 这个呢 是医生菌 那我们再看呢 我们的 清气片吧 我简单的讲几句 清气片 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一个独创的产品 在目前的市场上 没有什么可比性 也没有什么竞争性 别的产品跟我们 那我们的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昂贵的成分 就叫PQQ PQQ呢 因为在我们的 试验室的试验当中呢 我们发现呢 跟清气协同作用非常好的 就是PQQ 它虽然价值成本很高 它是黄金的3000倍 你可呀 所以呢 它的虽然成本很高 但是呢 因为它跟清气的协同作用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凯利公司 也把PQQ 加到了我们的清气片里面 就清气本身 我给大家做一个 市场调研吧 因为我最近查了很多资料 就关于清气水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 卖那种瓶装的 铝合金包装的 那种清气水 水的 那我查了几个品牌 我查的基本上是日本的品牌 或者是日本的工艺品牌 那他们呢 都是12瓶一箱 12瓶一箱 是两个PPM的含量 一瓶里面是两个PPM的含量 那呢 在市场上 双十一卖的价格是238人民币 238人民币 差不多就是 40美金吧 40美金 12瓶 是两个PPP 两个PPM 那如果 我们 这个40乘以每天一平的话 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要乘三倍 三倍的话 大家也可以算一下 是不是也是90美金了 90美金的一个价格了 但是它的含量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含量 这是双十一卖的价格呀 大家看到它含量只有两个PPM 我们是多少 我们虽然是149 但是我们打完折以后是104 104美金 但是我们的是吃 我们每天 每天的这个含量 如果吃两片的话 就是22个PPM 跟它两个PPM 是不在一个等级上 对 所以而且我们还有PQQ呢 对吗 所以就是说 从任何的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我们真的市场上的产品 都没有跟我们的可比性 这只是从产品来说 那我们还没有说 我们的商业模式呢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商业模式 真的你算下来 你就觉得凯迪公司怎么赚钱呀 怎么把大部分的所有的 把好的产品这么便宜给到我们 把这么好的商业模式 这么好的给到我们 真的 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一批人 真的是 真的是黄金地 掉下来砸到头的人 真的是这样的 天上掉馅饼的人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 周年我想讲一下白铃楼唇 因为我对这个产品 自有感觉 我对这个产品呢 我是在九年以前 就开始使用了 九年以前呢 我就开始 是源自于我妈妈 得了食道癌 食道癌之后呢 当她经过了 二十八天的放疗之后 整个人就完全站不起来 完全站不起来 因为我妈以前是一个 特别爱运动的人 她每天要有两三个小时 在外面运动 所以如果她现在不能够 有体力 支持她去走路 我妈是很厉害的 她可以做很多高难的 那种健身器材 真的 我都 我没有办法跟她比的 但是当她完全 只能有站起来 上厕所的力气 就天天在家躺着 她就觉得 那个天都要塌了一样 她就觉得 我马上就要死了 我就不行了 后来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她找到了一家叫 家 我就叫她家公司吧 家公司的一款产品 是白内卤唇产品 我就给我妈妈吃 然后她吃了一个礼拜 就一下就恢复了体能 直到现在 直到我成为凯利会员的 前一个礼拜 我还给我妈妈买了十瓶 十瓶这个 家公司的这个白内卤唇 那家公司的白内卤唇呢 已经很好了 在我那时候看来 已经很好了 那她的配方里面有什么呢 她的配方其实很简单 就一个从虎杖里面提炼的 白内卤唇 还有一个叫 马斯卡丁葡萄 还有石榴 苹果 蓝莓 那剩下的这些呢 除了白内卤唇之外呢 我都管她叫植物生化素 或者叫植物多酚 配方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她的价格呢 是78加币 已经是打了 会员已经打了20%的折扣了 是78加币一瓶 还要加上运费 加完运费 大概是八十几块 八十 我就算八十块钱一瓶吧 八十块钱一瓶 那她是150毫升 一百五十毫升 八十块钱 差不多就是七十美金吧 七十 我就按七十美金算 好 那这一瓶呢 我妈妈在年重的时候 是三天吃一瓶 后来我妈是一个礼拜吃一瓶 现在我妈是两个礼拜吃一瓶 因为现在已经九年了嘛 她一直在吃 一个月吃两瓶 那我就说 一个月吃一瓶来看 一个月吃 不是 一个星期吃一瓶 你要吃四瓶 那你想 四七就二百八十多块美金了 如果你要是一个礼拜 就是两瓶的话 你也差不多是一百 一百四十美金了 所以那我们再拿今天 我们的子弹齐比 那我们的性价比 不知道要高了多少倍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直到现在还在用的 一款白铃楼层产品 那么我再说一下 就是一个叫杰公司的白铃楼层产品 杰公司的白铃楼层产品呢 我自己吃了是没啥感觉的 我妈妈 我多次的跟我妈妈换 想给她换 杰公司的白铃楼层 每换一次 我妈都不要 说我吃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不要再给我吃这个牌子了 我还要吃 加公司的那个 所以我就多次的给她换 她都不要 好 那确实 那个有很多的朋友 吃杰公司的白铃楼层 也是 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我就是说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她吃的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也是我要在这说明的一下 那么杰公司的产品呢 也差不多是 129 139 一个包装 那这一个包装呢 在你买的时候 你也没有折扣 不是说我今天买的多 我能不能便宜点啊 不可能 对吧 但是我们的 今天的是紫檀旗 我们今天不是白铃楼层 紫檀旗它本身的功效 就已经大大的高于 白铃楼层了 它的生物吸收率 生物利用率 已经是白铃楼层的36倍了 是吗 我们光从紫檀旗 跟白铃楼层的比较来说 我们凯利的产品 已经是很有优势了 对吗 再加上我们的其他的配方 等一会儿我会讲到 那杰公司的白铃楼层呢 它也是除了白铃楼层之外呢 也是添加了几种植物多酸 什么石榴啊 蓝莓啊 这些植物多酸 也没有什么在稀奇的了 对吧 所以它已经帮助很多人 摆脱了很多的疾病的困扰 也是带给了很多人健康的福音 那我们今天呢 来看我们凯利的紫檀旗 我们紫檀旗的配方和成分啊 就是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真的太感动了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配方 如此之完美 它把从自由基的这个角度 方方面面的考虑到了 细胞修复的角度 方方面面考虑到了 长寿基因的激活 方方面面考虑到了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 是不是我们的健康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呢 好我们来看紫檀旗 紫檀旗它的生物利用率 它的吸收率 是白利融醇的四倍吸收率 但是它在体内 它因为它是这个甲鸡 或者叫甲氧鸡 它因为它的轻止性 使它在我们体内的代谢时间长 正是因为代谢时间长 我们加大了它的生物利用率 它的生物利用率是白利融醇的36倍 对 这些数字不是今天我说的 这些数字都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对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点 而且紫檀旗跟白利融醇 不光是生物利用率的不同 还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 就是目前 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长寿基因的激活 Saturing的激活 它在很多的保健品当中 包括多分类 包括那个类黄组类 多分类 它是目前被公认的排在第一位的 激活Saturing 还有一个呢 它激活NRF2 这个呢 是一个氧化阴急的开关 这是一个氧化阴急的开关 所以它对抗氧化这一块 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跟白利融醇比 非常突出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子檀旗的配方 我们含有SOD 刚才我已经讲了 我们是什么品质的SOD 我们的SOD的生物利用率 生物活性 也是在市场上 绝无仅有的 高品质的 高品质的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Beta普菊糖 Beta普菊糖在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在梅林凯 它一直是梅林凯的一个主打产品 它的它也将近100美金一个包装 一个包装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我们的里面就含有 这个Beta普菊糖 它是在增加免疫系统来说 它在几十年 它都被公认的排在第一位 对于免疫系统 它直接能够增加我们的T细胞 B细胞 NK细胞 这些免疫细胞 直接的能够有抗癌 抗癌的作用 所以在Beta普菊糖 很多人做放疗化疗 有癌症的病人 都是常年吃的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心 微量元素 心 11克的心 11毫克的心 那心呢 在过去的20多年 大家越来越 就是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 因为心呢 参与了我们人体300多种代谢物质的一些催化剂的作用 还有心呢 它本身 它就参与了这种蛋白质的代谢 核酸的代谢 大家知道 核酸的代谢 它对于DNA的这种 这种转入合成 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对于我们免疫系统很大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肠道也有很大的支持 然后它对于我们的这种激素 特别是男性的激素 它也有一个很好的维持 维持一个很好的性功能 它还参与 它也是 维持它是胰岛素的一部分 所以它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然后它还参与了一些脂溶性胃性素的生物合成和利用 所以它的功效是特别特别的多 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它对于我们的皮肤 对于我们的毛发 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这个配方当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亮点的 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爆的一个成分 叫有机的这个虾青素 那虾青素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一个材料 一个贵重的材料 但是呢 我们虾青素跟NMN 它有点类似 它就是说 它的等级很重要 它的原材料的来源很重要 虾青素 我们分为左旋和右旋 就像NMN分为α和β一样 α就没有什么效 那我们虾青素也一样 我们右旋的虾青素 就没有什么效 我们只有左旋的虾青素 才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 那只有在雨声红球藻之中 的这种左旋的虾青素 才是对我们有支持 比如说对我们的眼睛有保护 对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皮肤 抗衰老增白 帮助胶原蛋白的 守护胶原蛋白的流失 所以你可以看 现在在美容界最火的面膜 都是要含有虾青素的 而且含有虾青素的面膜 都是很贵的 我也特别期盼 未来我们的面膜里面 可能会含有虾青素 所以呢 那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呢 也是一个足量的含虾青素含量 一包里面含有两毫克 那市场的产品 一个胶囊或者一个颗粒 它也是含有两毫克 也是一天的量 所以我们这一包里面 都已经是足够的了 给到我们的配方 都是足够的了 而且是全方位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里面有一个 全能的免疫包 全能免疫包里面 有什么成分呢 有结谷木 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到北美的超市 特别是有机超市里面 它有结谷木 果浆的果汁 一瓶 有二十几块钱的 有十几块钱的 一瓶大概是喝一个礼拜 最多喝一个礼拜 我曾经买过18块钱一瓶 18块钱一瓶 喝一个礼拜 大家算一算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喝四周的话 是不是也差不多 七十多块钱了 就光是结果木 的果浆的果汁啊 那只是一个饮料啊 就已经这么贵了 我们的配方当中 你看有结谷木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虎皮素 虎皮素这个成分 现在炒得火热火热的 虎皮素主要就是内黄酮 它现在发现 它对新冠病毒 有直接的抗病毒左右 它跟VC 然后跟 微生素C 还有跟 维他命D3 还有都跟那个 必须脂肪酸 跟新 这几个 联合 抗病毒 现在这个产品 在美国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还不知道 多少钱 但是我想 也许几十块钱 美金 所以呢 我们的成分里面 含有 虎皮素 那我们还有 还含有什么 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玻尿酸 大家知道 玻尿酸 如果要是注射的话 是非常贵的 但是注射的话呢 只是帮助于 我们面部的皮肤 但是我们全身的 不光是 面部的皮肤 我们需要 玻尿酸 它是那个 帮助我们 这个胶原蛋白 但是我们全身的 皮肤其实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 还含有这个 玻尿酸 以及含有 维他命D3 也是含有 维他命D3 还有阿拉斯加的 这个野生的 这个蓝莓 那我们还有一个 完整的 就是水果 水果的 我叫它 植物生化素的 一个全能水果包 那我们的这个 全能水果包 当时我看到之后 我就 我就说 这个配方 简直是了 简直了 它把我们所有的 植物生化素 各个方面 我们植物生化素 一般是按 五个颜色来分的 它全部都涵盖了 在其他的 刚才我在比的 结公司的 结公司的产品 以及家公司的产品 只有四五个 五六种 植物生化素 在里面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 我们的全能免疫包里面 其实它也是 还有多分类的 植物生化素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全能水果包里面 有蓝莓 蔓越莓 葡萄 西柚 枸杞子 枸杞 樱桃 石榴 芦荟 绿茶 精华 所以我们的这个品种 含量 和这个植物生化素的 这个种类 都是非常的齐全的 可是我们的价值呢 价格呢 却不比别的公司贵 只比他们便宜 所以这就是凯利公司 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为 为人类的这个健康 在贡献 它的科技的含量 贡献 它的技术的含量 来给到我们 每一个使用者 所以当我成为凯利的 使用者之后 我就说 这几个月 每每每的提到 凯利的产品 每每的提到 凯利的公司 我都是在一种 非常的兴奋 欢喜喜悦当中 我就说 因为凯利的产品 感动了我们 所有的使用者 所以今天 才会有这么多的 使用者 成为凯利产品的 一个推销者 如果没有 一个很好的 使用的效果 效果的话 我想对我来说 我不会作为一个推广者 那我今天 作为一个 很积极 很努力的 一个推广者 就是来自于 凯利的这份精神 凯利的产品 从她的产品中 传递出来的爱 从产品的 凯利的 生意模式中 传播出来的爱 让我深深地 感受到 这份爱的存在 所以呢 我才是愿意 来经营凯利的产品 这就是从产品的角度 我们来看 凯利这家公司 他真的是把 最好的 用他们最专业的东西 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人类 那我们再看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特别是这一次的 我们的促销活动 那就更体会到 凯利产品的 这个 凯利公司的 这份大爱了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一个299的套餐 1000块钱的旅价 然后1156的 产品赠送的 SOD NMN 这样算下来 再加上我们 每一集的 奖金制度的波笔 大家可以算一笔账 好像是 今天何荣 何荣总裁 算了这笔账 总共加起来 是5000多 5000多的一个成本 给到我们 是5000多的一个播出 但是我们才花了多少钱 大家可以算一算 所以的话 我真的非常感恩 感恩我的推荐 感恩托尼老师 感恩公司 感恩以及我团队的 所有的所有的人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就交给 托尼老师 好 谢谢冯明老师 从我们的冯明老师的分享中 相信大家 跟我有共同的感受 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么喜欢 这个冯明老师 喜欢听他的分享 因为在我们这些 医学行业的 或者说健康美行业的专家来说 很多的专业知识背景 我们是不掌握的 或者说 我们只能用比较通俗的 比较简单的 这个说法 我们才能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很专业的东西 好不好呢 好 但是我们可惜呢 就是听不太懂 或者说我们吸收不了 或者说 我没办法复制 没有办法传播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通俗易懂的 潜移默化的 这种知识的话呢 比较容易让我们可以掌握 我们能够掌握 我们才有办法传播 所以说这个 冯明老师的这种 既专业 又通俗易懂的 这种传播方式 一定会为 很多人所喜爱 而且呢 我们冯明老师 不仅专业 我相信从他的演说中 也能感受到 他的这种高富能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 磁场能力很强的人 我们以后呢 要多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们自己才会有 不断的进步 另外呢 我想做个简短的说明 就是说 这个 冯明老师的介绍 让我们看到了 凯利公司的大气 凯利公司的慷慨 这个大气和慷慨 首先就体现在 这个产品上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消费者一点都不少 消费者是最聪明的 一个平台呀 要想留住消费者 首先呢 就是产品要有用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有最新的 或者最好的 或者技术最先进的产品 让大家产生兴趣 才能够吸引到消费者 那么第二呢 才是什么呢 才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叫奖金制度 所以来说 产品 是生命线 只有有好的产品 我们才能留住消费者 只有有好的产品 我们推广者 在推广的时候 才会变得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 那么凯利公司 是真正做到了 在产品上 人无 我有 比如说 青鸡片 比如说 紫檀奇 我们也充分做到了 人有 我有 你比如说 SOD NMN 当大家都在 热炒NMN的时候 我们又率先一步 加上了SOD 让这个产品 赋予了更高的 这个功能 或者说效果 所以说 这个 我们 能够跟随凯利这个平台 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气 所以说 大家好好把握 和珍惜 这个 我们今天所 拥有的这个机会 那么还有两个小事情 两个小的通知 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通知 是 不太好的消息 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目前的培训 比较多 我也感受到 我们的课程 一个连着一个 这个让 被培训的人 或者让大家学习的人 这个 负荷比较重 学习固然很重要 但是这种 超负荷的学习 会影响效果 所以说 这个 我们以后 从下星期开始 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四的 这个时间段的 这个 分享讲座 就暂停一下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就是 明天 这个 美西时间 星期五的 这个 同样的时间 由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 凯利平台的 五大优势 这个 这是我最近思考的 比较多的 也是 从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看见 来跟大家做一个诠释 希望大家 明天的话 多邀约 这个新朋友 因为 平台之间 这个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我们说 凯利好 并不代表 别的平台就不好 只是我们凯利平台 可能 优势会更多一点 优点会更多一点 那么优点 具体体现 哪个方面呢 由我明天 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各位上线的聆听 谢谢大家